在歷史上 北齊的士兵在戰場上面能夠英勇殺敵 但是跟他們的昏君 北齊的羔羊有關 你一定會懷疑 為什麼是個昏君 但為什麼士兵能夠這麼英勇呢 劉老師 我們講歷史 講到說如果你問 歷史上最暴虐無道的一個國軍大概是誰 通常會講到秦始皇 隨陽帝 但老實講 有一個人比這兩個有過之而無不及 就是北齊的開國皇帝高陽 我們看電視劇藍英王的祖書 他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因為他北齊是個小朝代 小朝代 所以大家比較不認識 其實這個人真的是暴虐第一名 這個人北齊高陽 他藍英王演電視劇真有其事 高陽就是他祖書 當時他開國什麼 他跟東衛打仗 打仗 東衛那些將軍士兵都嚇了一跳 北齊的士兵那麼驍勇散戰 他們多驍勇 身體如果受傷了 被砍了幾刀 流血不止 照樣往前衝 他們繼續負傷打仗 繼續負傷打仗 這麼厲害 不退了 占到最後一滴血 對 那這一定有一個秘密在 人受傷了一定會往後送 那一定是回家以後 能夠返鄉得了一定是加工 一定能升官發財的吧 對啊 那沒有 他們還繼續打 打到死為止 靈驗打死都不建議受傷回來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北齊高陽他規定了一條 規定一條說 如果你這個士兵受傷回來 第一個不能醫治 不醫 傷兵不是要醫治嗎 你這樣佔你才不會耗損 他就要你暫死 你可以暫死你不能受傷 你受傷回來第一個不醫治 第二個這個受傷傷兵 就抓過來 他在朝廷上 你看他當時有這種話像形容他 他在朝廷上就放了一個鍋子 一個大鍋 旁邊擺一些劑子 劑子然後你這個人傷兵嗎 你給我逃回來 直接就劑掉了 劑掉就大鍋煮了 然後大家分屍 你意思說直接當朝廷烹煮啊 對 烹煮 然後大臣全部大家分個吃 那不是吃個食自己吃兵的人肉了嗎 對啊 沒有錯 吃人肉的一個皇帝 吃人肉的一個皇帝 他吃了很多傷兵跟大臣 所以那個打仗的士兵都會講嘛 我如果打死呢 至少還留一個全屍在嘛 回去後葬啊 英勇戰死啊 那你如果打護傷你逃回來 你是個懦弱的一個傷兵嘛 就被吃掉 保留 屍體都不見了 所以寧可戰死殺場 也不願意返鄉歸國了 對 所以這高陽就是這樣 那高陽你知道歷史上 他很有名的三個字叫什麼 叫共玉球 義駕親征的玉球 球犯的球 共玉球 幹嘛呢 他當了皇帝以後 沒事再喝酒玩樂 然後他坐在那個榮椅上 他就喜歡底下 有人被殺 他看著人被殺他會很高興 他可能有經濟上的疾病 他會很高興 所以後來很多太監 很多宮女經常被他殺掉 他喝完酒他就殺人 殺人就很高興 後來怎麼辦呢 就想了一個 剛才我講的三個字 叫共玉球 共玉球就去那個牢裡面 去抓那個死刑犯 死刑犯來 高陽一喝酒的時候 就送到他面前 去讓他砍 去讓他殺 結果後來死刑犯不夠 怎麼辦 殺 不夠殺 他沒事再喝酒殺人 對 殺光了 那怎麼辦 沒辦法 你還在審判中的案件 犯罪好 敬平今天犯罪 有沒有罪不知道 送去高陽那邊 先拖去斬 對 先拖去讓高陽殺了再說 所以高陽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 歷史上 他那個惡民遭上 殺的案子太多了 我們講這樣兩例子 可是怎麼會有這樣的軍王 是殺人為樂啊 對啊 就是高陽 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那另外 另外有一個 歷史上還有一個分軍 我們說一個 我們講說那個進會帝 不知人間疾苦 其實還有一個是南北朝 南朝不是宋起兩城 四個朝代嘛 對 那個陳朝的最後一個皇帝 陳後祖叫陳書堡 陳書堡這本書 他寫了蠻多 歷史上的血腥家族 他寫這個陳書堡 最後這個皇帝怎麼弄 你知道我去大陸 我經常天津 我一定吃果不理包子 南京吃一個包子 叫一條龍包子 一條龍包子怎麼來 跟這個陳書堡有關係 跟陳書堡有關嗎 對 他這個陳後祖 他當時當太子的時候 他有一次都要接上去 到南京的一條街上 在清華河邊而已 他晃晃晃 晃得肚子餓了 就看人家包子剛出籠 剛出籠他覺得好香 剛出籠包子很香 隨手就去把人家籠子掀開以後 就拿起來抓起來就吃 一個吃完又一個 吃完以後就走人了 沒付錢 沒付錢 沒付錢直接走人 他在皇宮裡面 他不知道吃東西要付錢 什麼叫付帳 他完全不知道 就走人了 走人後來那個店家看 他穿著好像很法利 光鮮亮麗 官方人家的子弟 算了吃幾個包子不要得罪他 第二天他又來 又吃 這官家後來實在受不了 商家後來受不了 就跟他講 講說我們小本生意 你這樣吃我們會倒掉 要不你這樣子 你拿去有錢再送過來好了 你先吃這筆帳就記著 那你留個名字總要吧 結果陳書堡在上面畫了一個什麼 在牆上會畫了一條龍 掛了一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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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南京還在 所以那一條龍還在 叫一條龍包子店 後來那個商家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叫做一條龍包子店了 對 對 對 所以那個店門口你去的話 叫龍門店 龍門店那一條街整個改名字 叫龍門街 龍門街的一條龍包子店 所以我們講說敬會帝這樣 其實陳書堡也是一樣 吃東西不曉得要付錢的一個皇帝 昏幽的皇帝在這歷史上面 還真的是不少 但是殘暴的皇帝 有的皇帝殘暴到什麼地步呢 他居然活潑人皮 這個皇帝就是前秦福間的堂哥 前秦立王福生 福生他殘暴到什麼程度 史書上記載他荒誕一虐殺戮無道 比如說你剛剛喜歡說他活潑人皮 他其實在這之前活潑動物皮 在這個禁書裡面就記載 說他身潑牛羊馬 活驗雞屯鵝啊 什麼意思呢 怎麼這麼殘忍啊 就是用這個牛羊馬那個動物 在皇帝這個故朝鎮的大殿上呢 命人就把這個牛羊馬的皮 給活生生的剝掉 但是牛羊馬不是還活著嗎 對 看著動物身屍力竭抽絮 然後在那邊垂死掙扎 最後到死亡 他還在那邊拍一首大樂 你意思說他以此為樂 對 而且不只這樣 甚至活驗雞屯鵝 就是把雞啊 鵝啊 豬啊 那些啊 直接用開水 他會用火燒 燒到垂死前也是掙扎到死斷氣為止 你以為他對動物這麼殘忍 我告訴你 他對人更加殘暴 這個通見裡面就有講他說 這個 生撥那個活人的皮啊 撥人面皮 死之歌舞什麼 就是把一個死囚犯的領 給把他扒下來 扒下來還能看 你以為在看鬼電影啊 但是扒下來那個人還活著呢 扒下來活著 叫他在大殿上唱歌跳舞 那種場面誰敢看下去 可是皮都被扒下來 血淋漓的場面 他還看得下去 所以他在位三年 他死的時候只有23歲 就是被他的堂弟扶姦 叛變 政變之後 就把他給幹掉了 推翻他 那在他在位那三年之間 從他登基之日起 到後來被人家推翻 他從頭到尾只知道做兩件事 一個就是殺人 一個就是喝酒 我剛剛講說他對人殘暴不已 他像在禮朝鎮的時候 甚至在知智通見裡面有記載到 說他長彎宮露嫩一見朝城 垂前聚鑿 倍智左右 這是什麼意思呢 古書上是這樣寫就說 他常常在大殿上李朝鎮 他的龍椅旁邊擺的是什麼 大刀啊 弓箭啊 弓啊 箭啊 還有這些刑具 行求人家那些刑具 但是為什麼朝鎮上面 他在治理的時候 他還需要這些東西呢 他不爽的時候就殺大臣 所以你的意思說下面 公親大臣 皇后 妃嫩 全部該殺就殺 那下面的大臣 根本沒有人敢有建言出現啦 在位短短三年 被他殺了五百多人 我告訴你 曾經啊 他很喜歡喝酒嘛 他有一次他叫那個 立部尚書 尚書令叫辛勞 當年他爸爸福建留給他的 顧命八大臣 最後一個都被他殺了 為什麼 因為當時辛勞呢 在大殿上他招待群臣喝酒 他看到有人在那邊喝酒喝著 有人喝得很醉 有人就在那邊還乾坐著 他就很不爽 他就叫辛勞說 你是怎麼坐酒間啊 我就什麼叫酒間你知道嗎 就是叫他當勸酒大臣 你怎麼做勸酒大臣 還有人沒喝醉 還傻乎乎的坐在那邊 沒喝的感覺 那他不成這樣也不行啊 他這樣不爽啊 他就把他椅子旁邊的弓箭張起弓來 就一件射中的辛勞 把他給射殺了 這樣就現場把他射殺啊 你以為那是皇帝的禮朝大殿 簡直像狩獵場 像這個屠宰場一樣 所有大臣看到辛勞上述力被殺了 馬上大家假裝喝酒 那每個人不是心裡被怕怕的 可能一直把劍射完 你接完連車 這個地方都走不出去 對啊 所以大家就喝醉 喝到這個疊到桌子底下 帽子都掉了 然後這個符身 我明明都要裝醉都對了 他要叫決 好好就是這樣 所以他殺了